5月26日27日在韩国首尔将举行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谈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前提下 影响着东亚和平与稳定的中日韩三国关系 是否能保持正常化是本次会谈的焦点 峰会正式开始前 我们提前抵达韩国首尔 采访了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的首任秘书长申凤吉 1999年在菲律宾举行东盟加三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举行非正式会谈 当时申凤吉先生刚刚结束在北京大学的研修 他在韩国驻中国大使馆任外长官 在韩国上有三国的尸体会议中 这三国在三国之间的会议中 三国有三人在整体会议中 主持人的合作叙联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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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加大使 在香港和中国的一国的新界隆态下的 美国的新时代会议中 的浮动力和期间的期间 的一种生意 中国、中国、日本的一国 我认为这次分会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10月份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选举 那时候拜登竞选成功 还是特朗普竞选成功 现在很难预测 所以从韩国和日本角度呢 他现在开始得做两手准备 还有一个经济上如果讲的话呢 这个三个国家都不能搬走是吧 哪一个国家都不能搬到 比如说韩国和日本都不能搬到美国旁边去 那么历来国际贸易经济合作都是跟邻居做的 所以这个中国还有这个韩国日本呢 就是命运 命运共同体 因为就是邻居嘛 所以这个三个国家我觉得峰会当中 首先得有一个这样的原则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就是说这个三个国家 不管是政治是什么呀 这个三个国家的这是国民 必须是或者是企业 个人这个交流方面 经济人文貿易交流方面 必须是给他们唱通 今回日中韩の首脑会談 サミットが開かれることは非常に喜ばしい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この間昨年が日中の国交流行条約の45周年 その前が日中国交回復の50周年であ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 なかなかこういい関係が作ってこれなかったので 今回三个国で安定的な話し合いができることを心から祈っています 重要なのはやはり直接的には経済問題 中国はこの間一带一路で非常に成功してきて この10年間特に西側に向かって西の貧しい国々に高速道路や それから鉄道や空港を付設してきて非常に感謝されていますけど 一带一路の10周年の東京大会に参加した時に 経団連とかそれから三菱UFJ銀行なども 一带一路やAIIBに参加したい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いて 私は非常に驚くとともに共感しました 日中間で経済協力ができれば 東アジアの経済のみならず 世界の経済をリード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と思うので 中日韓首脑会議 重新能够要建立日中韓的 首先是信頼関係 我想して信頼関係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个首脑之間的信頼関係的条件下 我们就通過各个城市的部長級的会議里面 可以提出一些好多的一些構想 一个是经贸関係 一个是很重要的特定 外交是一个重要的課題 那么在一个重要的課題是教育 教育課題 或者光光 或者想して光光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能够大家自由的能光光 互相体验 异果风情 这样的话 可以两国人民 三国人民互相交流 互相建立信頼関係的话 这个日中韓的关系 是又会很大的好转 我们来看看 封键的关系